妳們的國家對於這個未成年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保護措施 或者法規 有沒有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我們 就是如果 不能是跟成年人結婚 就是我們不是常常會聽到說 有一些未成年的比如說女生 她懷孕了嘛 那這樣怎麼辦呢 那就是她可以跟她的 就是另外一半結婚 但是一定要有幾個條件 就是如果兩個未成年要結婚 她們要有這些條件 就是雙方都是都神子女 就是去這樣的條件 然後第二個是女方已經懷孕 妳就是要有跟醫生幫妳開的證明說 妳已經懷孕了 然後就是一定是要經過 雙方父母的同意 如果爸爸媽媽不同意就不能結婚 然後這邊雙方必須通年齡 就通年齡的意思說 比如說四四跟十五 四四跟十六 但是不能其中一個是十八 如果另外一半是十八 她已經成年了 必須的就是 她會被告 她要坐牢 因為她是這書語是那種 對於未成年的行騷擾 喔 又來未成年 對 我有一個疑問 妳說是一定要統睡嗎 沒有沒有 她們兩個都是未成年 就可以啦 OK 我的問題是 像我的高中一年級跟四年級 一二三四都會一起去上音樂課 是 比如說這個一年級 認識這個四年級 兩個都是未成年的 但是後來她畢業了 然後就變成她已經是成人 但是她還是未成年 但是她們在未成年的時候 已經在一起了 已經開始發生這種東西 那就要早點結婚了 要趕快辦啊 那這樣就是不會被判定說 她已經十八歲了 這個問題 你看我跟你講 一樣也是各國都有不同的狀況 那在台灣的話呢 就是說她們兩個一個十七 然後一個十四 那隔年變成一個十八 一個才十五 這種狀況的話 她們就說我們當初就已經談戀愛啦 結果當初就沒事 結果現在變成我犯罪了 那在台灣我們有一個條款 我們叫做 對 這個條款滿有趣的 就是只要是兩個未成年 發生這個性行為 我們就會認為說 這個 可能是有違反對方的意願 那兩方的家長如果對於說 你們發生性行為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接受 在司法程序裡面 他們就可以對你提起告訴 對 那這時候就會有檢察官跟法院 來認定說 他的 對 那這其實在我們的食物 蠻常發生的 所以如果是因為家長提告 然後小孩說爸爸媽媽 那我願意的啦 你們不要這樣 都沒有用 對啊 都會 其實沒有用 因為小孩子未成年 那我們的刑事訴訟法裡面 有一個規定就是 他的法定代理人 就是他的爸媽 他可以違反他的意願 而去提起告訴 也就是說我今天是這個小孩的 爸爸媽媽 我不管我小孩要不要提告 我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我就可以幫他提告 那這樣不是 因為你小朋友你還不懂事啊 對 就可以互告啊 對 就是互告啊 我也不要我的兒子跟你女兒啊 是 所以這個其實很常發生 所以一開始就要 可能就要跟小朋友溝通好了 對 或是第一次信息會的時候 雙方的爸媽都來 我們接下來我們要開始 你同意嗎 爸媽同意嗎 爸媽同意 同意嗎 這也是一個方法 那你們可以坐在搖滾區嗎 好 大家可以坐 一個錢 一個錢 這個 對啊 好奇怪 當然可是其實就是這樣 可是大家的第一次 可能都不是在成年之後 對不對 大胡粉 你是不是很大 喂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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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未成年啊 還沒有18歲啊 還沒有到18歲 沒有18歲 對啊 但我爸媽同意了 十三 怎麼亂講了吧 亂講… 大概也是… 不要 我不要講你呢… 開玩笑 多好啊 我幼稚園就是風雲人物啦 蛤 你幼稚園就可以了 沒有… 不是啦 我說是風雲人物 但是後來到了也是高中時期 對啊 應該是 差不多都是高中啦 對啊 是不是 宋哥也是高中吧 不…不太好講 對… 這時候講大學不就遜掉了嗎 差不多 太羞 那魯之善呢 魯之善第一次 不是進下一題的 沒有啊 第一次 高中嗎 國中 到現在都還沒 還沒 妳看 他拿了一個結婚戒指 我告訴我們 我老公不知道 可不可以不要了解 不要再講 好… 了解… 好 那您要說的是 不能偷看色情的網 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嗎 我們也不行啊 未滿18歲不能看過程的 韓國是如果你Google裡面那個搜尋 那個色色片的那個網站 完全不會出現 妳說一般的電腦去輸入都不會 對 所以呢如果想看 很多男生想看嘛對不對 如果想看A片的話 那個下載VPN 然後就換個其他國家的IP 然後才進去 要翻搶天 對啊 像韓國完全沒有A片 英國是這樣子喔 MANA在旁邊笑 笑 結果怎麼那麼開心 結果他們怎麼那麼遜 妳拿起MANA的手機 整個手機裡面全部都A片 是這樣嗎 是這個意思嗎 妳在笑是什麼意思 因為現在女生也會看A片 世界上最難防 就是要看A片這件事情 他就是會想辦法看到 一定會 再怎麼防 他還是找到方法看 所以依照我們男生的 成長的過程對不對 我們這樣一聽就覺得 其實這個在管理的年紀 應該要 因為譬如說 你看一問下來 誰不是在高中 可能就有這樣的性行為出現了 那但是呢 有很多高中一出現 有的人可能後續懷孕 然後相處上面一個狀況 其實我覺得根本就是要 再開放一些些 那開放的 我們就是很大方的告訴小孩子 性觀念 性自主 性知識 對不對 全部都要好好的教小孩 不是說只有身體的結構 我覺得那個是不夠的 不能 日常的東西 日常 你看像美國也好 或是有些國家先進一點的 是不是在校園裡面都販賣機 保險套 有 在廁所旁邊就會 你就可以投幣 沒有在賣 直接發 他們是要你過來拿 對 那你才會知道說 這是在保護自己 因為這個行為我是禁止不了的嘛 大家都會越限制越會 越限制越會 因為這個沒辦法 你早一點學習 並不代表是錯的啊 你只要早一點學習 只要用正確的方式來面對的話 是啊 其實是好的 對啊 但這件事情大部分的大人 好像不太想要面對 對 你對於自己家裡面的小孩 這個性教育這一方面 你會提早就跟他講嗎 很大方的講 我兒子今年16歲 才前幾天發生的 我們在車上這邊聊天 我們四個人嘛 媽媽 女兒都在啊 然後聊一聊 欸 怎麼 Kan Kan 你怎麼對女生的構造 你怎麼不太了解啊 你怎麼回事啊 你們學校沒有在教嗎 那我會呢 媽媽 來 給他看 看 直接對著看 健康的 沒問題 看Google的知識 沒有 那我們那時候就聊一聊 我們真的就是當成一個 很健康的資訊 我們就聊說 其實女生的構造下面是怎麼樣 你怎麼會以為不是這樣呢 現在幼稚園已經開始教了 已經都要教 都要教 我兒子反而 蛤 真的喔 我絕對不可思議 所以我打送 所以你兒子還沒看過片 他沒有看過我不知道 有啦 一定有 其實我在心裡認為 因為這個年紀16歲 你偷看我們都 以前都偷看了嘛 以前都小本的 男生全部大家都發過 然後最後拿的那個最可憐 因為 好噁心喔 就是這樣啊 事實上就是這樣啊 你也是開不了啊 對啊 好髒喔 我懂 真的啦 對啦 所以 沒有人接 所以是應該真的要 我覺得真的 我剛剛講回來 就是預防勝於治療 對 當然我們提到性 大家可能覺得 比較有趣好玩這樣 但其實各方面都一樣 你早一點灌輸他 嚴肅的 但是健康的 要告訴他什麼事可為 什麼事不可為 對 週一至中午晚間9點 週間綜合台 同學來了